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新闻联播 先跟大家讲一些重要消息 第一件事,话说昨天香港在大埔发生了一宗致命的交通意外 这个的士失控,产上了安全道,导致一死狗伤 昨天接近中午时,广幅到往泰和方向行驶的的士失事产上去 最悲惨的是,他撞了交通灯后,产前了傻米 中间很多人被他撞到或卡在车底 而有一位孕妇在车底里面 当时跟一些片段看到,市民自发有20个台湾的士救他 而这个事件是导致一死狗伤 这个死者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死了之后,他的太太也是受伤 另外,刚才我的孕妇是37岁 赔骨骨折和头部受伤 情况也挺严重的 嗯... 我看见很多人在学体上问,究竟如果发生这件事 是不是应该说托起了的士,但也挺大力的 托起了的士也应该是救到他们的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是模糊 atted几件事 我想有很多的士忌机贷 repetitive 训练不足 因爲士忌机的入门 Georgette,入门门槛 Alert是最低的 知道州ино Quickly排排都可以 当然,如果你把士忌机这个行业 正如金责化了 立排的时候严格了 的士司機的收入會較高,但同樣地市民給的錢亦會較多 我想這個情況有幾樣東西 第一個是比較危險 如果大司答的士有見過 司機有四個電話在做不同的桌子 或是收不同的單位 其實這個情況是蠻殘留的 有些人會看回資料 剛才的司機是否因為分心而撐上去呢 其實也頗需要去跟著 但你很難跟著 因為你完全不讓去 現在你掛是給港電話 我覺得應該在士司機來說 香港的士很麻煩 香港的士應該是屬於 因為你的路已經很少了 你的路已經很少了 大家就希望的士越多人坐越好 所以你還會變成的士 價格便宜 例如日本 日本的士服務很好 因為價格很貴 但收入不是多於香港的士司機很多 因為雖然收入貴 但問題是搭的人少了很多 你有沒有去過日本? 我沒有去過日本 沒有去過日本 我認為巴士的士司機的專業化技術 是否應該要提升? 即是他的專業化技術提升 但這個必然 或是巴士司機的話 可能你巴士司機 你的工資要提高 然後他就可以控制整個巴士 好像飛機機師一樣 那你就對他可以控制 即是如果有些人不聽的話 你把他扔進去 即是你進去巴士 就是他主場 那當然 當他是他主場的時候 他的新工會金 賺入會大些 權力大些 賺入會大些 而且你的技術 高些 那他人工業也會高些 但你便會變成 你那個 entry barrier 很大 你很難入行 那些士也是一樣 因為那些士本來 他是一個最容易入行的職業 嗯 而且 我見很多區議員 打算不工作之後 都打算駕駛的士 是啊 沒錯 我記得很多年前 即在漫畫界 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王月朗 有個大弟子的齊文傑 你知道嗎 不懂 齊文傑 後來發了達 我想二十多歲 他一年都在三四百萬 嗯 是說三十多年前 三四十年前 他又是到八幾年的時候 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即是說 但是他初出來做的時候 他跟王郎的時候十幾二十歲 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二十七歲 他二十七歲 現在年還幾百萬 但是他二十歲 二十一歲的時候 那些年都跟他 那些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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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那些年輕人 肯定是二十歲 因為他一定是過二十歲 他跟那些年輕人 手下說 嗯 其實漫畫 真的還不到一輩子 很慘 他說所有都考了的士牌 以防萬一 那麼這個漫畫界 很有名 其文傑考的士牌 因為後來發了達 後來做漫畫 那幾年之間他就彈起了 就是 就是 插波子駐豪宅 但是 我指的意思是 的士是從來是一個 那個叫做什麼 網 安全網 是人家搵食 是做工搵食的安全網 如果你去出血化 的話 就沒有了安全網 但是其實呢 這裡也有另一個問題 因為始終的士牌 是另一個勢力 那麼他們會不會被那些 即的士網友很大的改動呢 都是一些幾難搞的 其實 Uber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改動 被Uber是擊破了 當然香港做Uber 也有很多 很多的限制 那麼 在Uber來說 首先就是 我不反對Uber 因為 摧毀的士牌是一個 就是 政府沒有責任去對的士牌 但是因為80年代暴動過 所以是 曾經試過這樣 所以大家都會不斷 但是Uber 我也是覺得是錯的 我覺得 就是那個 應該是一個稅收項目 嗯 即是Uber 你磅足水 嗯 每年交多少錢牌費 你才可以做 嗯 即是你每年交十萬元 因為的士 它有錢回來的 那你就可以做Uber 而Uber Uber 那個司機 也有的士牌 即是在我心目中 你Uber 其實是 的士 但是 但是因為的士沒有拿來給錢 所以我覺得 就是將的士 Uber 那些一體化 漸漸就是 每年 你預期給他排費 炒 不如每年政府收費 這個其實呢 有幾搞笑 是呢 因為政府又不想去規管他 即或者他沒有特別去 即可能因為的士界 不讓他規管 所以他就不規管 另一方面呢 他又找到一個很好的位置 自己經營 又不用怕你法律那些事情 還有第三天呢 他現在反而是 有些人都說 說他的服務質素 或者整個舒適度 都是比坐的士 好過坐的士 所以我覺得 呃 與其你被的士排列 年年加的話 不如你把年年加的錢 的士收了 即是政府對的士收費 年年加 於是你就可以立入規管 是 那你政府就收了 你幾萬的士 你幾 你香港幾萬的士 的話 你是說 每年收幾萬元 就是幾億的 就是 那你 你預期的士不停漲 你不如收 你由收兩三萬元 開始一直加上去 那Uber 你也可以收回Uber的錢 是 好 看看另外的消息 都要講一下阿富汗局勢 現在就 在周末就有幾個消息 彈出來 第一個就是 聯合國的世界糧食計劃 阿富汗主任 就說 其實呢 現在已經有機會變成 徹底人道災難 就是因為很多阿富汗的民眾 無家可歸 沒有辦法獲得足夠的 糧食和醫療服務 而在首都那裡 大家都卡在機場上 就很想逃離阿富汗 另一方面 其實 現在 歐盟 在當地的一些負責人 都說 其實現在本來 歐盟 希望在八月底 全全撤出 阿富汗的所有僑民 但是 現在就不太成功 因為 最大障礙就是美軍 因為 他們現在控制了機場 而 他們 塔利班的人 就在機場外圍 就附了一些維持秩序 但是 當中 就發生了很多 一些人踩人 或者是 一些事故 令到美軍 就提升了安全的防護等級 變相 就是說 他們要審很久才被那些人去機場 因為阿富汗審一次 美國再審一次 是的 不是 塔利班審一次 美國再審一次 而另一方面 雖然阿富汗都說 其實現在 就沒有計劃去組建臨時或過渡政府 直接籌組新政府 因為 其實現在 他們希望 進展慢未有些結果 就是因為他們想成為一個 各方接受的包容型的政府 所以就看別派的表現 另外 還有一個 德國之星 有報導 俄羅斯駐阿富汗的大使 就向梅里透露 特利班想和北方聯盟的反特利班武裝力量 達成一些和解協議 希望俄羅斯幫忙做中間人 去協商一下 不然的話 這些就是沒有意義的流血衝突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嗯 我想我之前有說過 特利班這個是右掌國 但現在他們全部都未打回來 他不是打回來的 是投降回來的 投降回來的 他就一定要作為一個聯合政府 這個我一直都說 我想說了很多次 所以他現在就要做一個聯合政府 即是打分餅仔 所以政府理由佔多人 這個就是 這些聯合政府就是 譬如說 由很古時的時候 在 遙帝堂帝 遙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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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下朝 你不是 或者是德國 所以中國的政治是先進一點 所以我錄到上司 是中國股市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 或者是德意志帝國 或者那些全部都是大家 你一人派個人去中央政府 這樣就不是任職 其實中國都是類似的 不過你要靠考試 那時候就是靠考試 大家還是在中央政府任職 那時候就是成立一個共識政府 共識政治 其實這個就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現在就是分裝問題 分裝運的話就可以 如果是分裝問題的話 潘傑希爾的地方都是 Penjar之類的 那些 他也可以 如果是可以讓北方聯盟在這裏 就可以了 北方聯盟那裏也是一種 他只是回到北方聯盟老巢 這個是之前說過的 我說既然北方聯盟當年 你打了九成 都打不打不抵 北方聯盟 今次很可能回到那個 基本盤 基本盤就是 塔利班拿九成 你拿一成 然後他永遠都滅不了你 很可能在基本盤會繼續做 因為塔利班也不是威勢到 去統一了全國 即他也不是打回全國 其他人也未願意 就算塔利班本身都是兩支大派 去輪流 去 我忘記了兩個名字 去共同執政 所以本身他們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軍力的話 我認為 我認為他們是 如果能夠達成一個共識的話 大家分治的話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 不過問題就是 那個人是 對方來說 那個政府軍的話 我會跟他血仇利 你血仇利 那個人死了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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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是比較難搞些 是的 我再說回那個 你去之前 看看 那個 那些糧食的問題 塔利班本身 就是一個糧食不豐富的地方 糧食不豐富的地方 的確有可能 但之前我不知道 他的糧食是怎樣搞法 但是他 之前我不知道他的糧食是怎樣搞法 他的糧食之前用什麼 他在空道運過來 我相信他 因為他主要是 還有糧食利潤高很多 現時最大的問題 就是阿富汗總統 和美國捲了所有的錢 他都沒收了所有的錢 所以他沒有錢買糧食 這是一個 他不是糧食的問題 而是錢的問題 我不認為阿富汗的糧食 可以自給自足 但問題的時候 有些美援在 那些美援 好像九十幾億美金 我忘記了 就已經被禁止了 他們美國 都不會再 放錢過來 即美國 一直都是他 沒收了別人的錢 很多時候 他應該沒收過 威樂上海的存款 沒收過很多國家的存款 那些國家 用人道理由 都是不會放錢 即是曾經試過好幾次 美國是說 喂 人道理由 我餓死了 那叫美國放錢 買糧食 那美國都沒有放的 都是沒有收了政府的錢 美國一跟他不對 就沒有收了他的錢 當然有時候 在美國來說 就算是對 就算是對 就算是跟他好朋友 那些錢 都有點危險 因為他好像德國 想拿回一些錢 德國、法國 想拿回全美國政府的美金 結果都是拿不回來的 是啊 所以美國霸權 在中東或阿富汗這邊 又如何處理呢 就繼續看他的發展 現在應該要再看多時間 才知道他們的人 能否說得到 要聯合政府 應該會說得到 應該大部分都會說得到 如果塔利班肯吃底 就比較容易說得到 是 等於我講過之前 德意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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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一世 威廉一世 威廉二世 卑士默的時候政府 他們之所以成立了 德意志帝國的話 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 他們所佔的 他們所佔的 國會的比例 是比較少的 即是比起他們的人數 你肯吃底便可以 所以他們就成立了 第二 因為他們已經做了領袖 他們肯國會的人數少些 所以是這樣成立的 好 另外呢 有一個疫苗的消息 印度批准了使用全球首款的DNA疫苗 廠商就說 這個疫苗對Delta有用 在印度當地有間藥廠 叫做 杜斯卡迪拉 有份兒言 這一隻 疫苗 已經和印度政府批准了緊急使用 這個是全球第一支 新冠疫苗的DNA疫苗 使用於12歲以上 這是之前是RNA疫苗 對 而這個疫苗顯示有效率是66.6% 測試就涉及超過2.8萬名自願參與者 我想如果在印度裏面 你不自願參與 也沒什麼機會打疫苗 接著之後就來自全國不同的地方 而且 藥廠在7月的時候就說 疫苗對Delta變種病毒株是有用的 就這樣 因印度因為它本身是很嚴重 而且印度做藥很不差 藥的研發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 但是它一直做 防製藥 防製藥是一向都很好的 所以它有那個技術 沒有那個研發技術 但它是製作技術 所以它印度技術應該會比較好些 而且我相信 其實我相信RNA、DNA疫苗都不是很難做的 雖然是屬於高科技 但不是高度是做不到的 但是中國是有心不做的 中國是有心不做的 因為那些儲潮比較困難 如果你做的話 你可以在本地做 但是你輸出的時候 你會比較困難 即是現在 美國說輸出一些復必泰 它就是復必泰 輝瑞那一種 其他其他都接收不到 因為你集運的傷 你搞不定 你輸送的時候 沒錯 所以中國故意做了一種 滅活的 所以會比較容易去處理 所以我不相信 但是問題就是 疫苗是 好像現在發現疫苗都沒有什麼用 是 那一定有好過沒有的 對 所以有好過沒有的 所以我們已經帶了 剛剛有尋前 有朋友跟我說 我醫生和醫生說 他說印度其實 現在要有一種 是叫Invermectin I-V-E-R-M-E-C-T-I-N 所以現在印度已經不會死人了 大家都吃點藥 其實他說 那個就是Alan 他說他四個印度朋友 生了四個都沒事 病得辛苦 他說現在真的不會死人了 然後他再問一些 我再問我的醫生 我跟我說 Alan就跟印度朋友說 Alan的印度朋友 就跟Alan說 我的醫生就跟我說 是分別兩個資料來的 醫生還說有釀開醫 他還說印度人是好 那我就叫Alan問一些印度人 是不是有吃藥 他說是有吃藥的 就是說沒有吃藥 因為你不可能沒有吃藥 因為我的知識 沒有吃藥的話就是會死的 沒有吃藥就是會死的 你不可能說 那些是重感冒 那些重感冒 那些是亂說的 因為之前是發生的 就是我們親眼看到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用回傳統的藥 用回一些藥 是不是可以令到那件事是 你不死就可以了 他就說 現在至少那些印度人 很多都不死 都是吃藥的 有不死的人說重感冒 那是完全錯的 就是說 你始終會對醫療做一個壓力 如果你完全不醫的話 是搞不定的 就是說很多人都會說 完全都不用死的 完全都不用醫 完全都不用醫 對 就是說不用醫 其實是因為他身份量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印度那些 其實大家都開始有辦法醫 現在患上的時候 死亡率會低很多 剛才那一隻 但是我們問那些印度人 說那隻 IVERMECTIN 那一隻 他就問那些印度人 Ellen問那些印度朋友 他說 如果輕症就吃這件事 如果重症也是吃到瑞德西韋 即是重症也是吃到瑞德西韋 重症也是吃到瑞德西韋 另外呢 除了疫苗之外 也跟一個黑水公司的創辦 他就發表了評論 就說阿富汗的結局 證明了台灣應該買一個核武器 這個報道在8月18日做的 台灣應該買核武器 對,台灣應該買核武器 對,台灣應該買核武器 大家都看到阿富汗怎樣搞 美國怎樣搞阿富汗 所以他就說 其實台灣應該買多些核武器 他就作為對內地的震懾 而且台灣一定非常擔心 他們在幾大程度上可以依賴美軍 他還說 如果我 即是他本人 就是一個台灣的領導人 我立即一架飛機去加入現金 然後去買核武器 因為最終要有自己的防衛 以及有自己的威懾力 這樣就不可以全部靠美國 陳凡說 黑水公司 現在改了名字 改了幾次 叫做Style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我坦白說 香港有人是黑水公司 有入股還是黑水公司 有入股 有入股的公司 即是 那個就是Johnson Cole 陳凡 很有辦法的 在菲律賓發達回來 回來香港做股票 我想做股票也沒有人 不惜高陣上這個人 那就是 而他就說 台灣應該採取核武器 作為對大陸的威嚇 但其實問題 他講的那些話 是非常之 美國不合聽 因為 美國從來都是買最差的武器給台灣 他只是收保護費 如果台灣買了核武器的話 如果台灣再回歸大陸的話 怎樣呢 回歸中國的話 那怎麼辦呢 所以整件事是 是 整件事是非常之 不對的 即是說 是不對美國 美國一直都不肯賣最好的武器給台灣 當年的時候 台灣曾經試過掌經國 差點時間就做一核武器 是的 然後就被人洗劫了 是的 因為第一 你有核武器之後 你沒有那麼依賴美國 第二就是 你有核武器之後 你會造反 所以他永遠最好的技術呢 是不會賣給台灣的 這個是一路的 再講台灣 如果一天有核武器的話 在他買多核武器之前 中國已經打了台灣 是的 所以這件事根本有意思 打了台灣 大陸 有意思買的話 已經是 大陸已經簽名了 所以根本上這件事不存在 是的 好 那今天耀文的時間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我們會講一些香港的消息 話說林鄭月娥 正在準備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正在諮詢市場 他有幾條橋有多有趣 和大家探討一下 第一個 就是 構思由政府資助補貼 培訓部分行業過剩的人手 去到人手不足的行業工作 藉此 可能經濟轉型 或者幫助人 可以好些配對的東西 但這件事是否可行的 就是把人手培訓去別處 當然不會 你不如自然去做 你資助補貼的話 你怎麼資助呢 你只是資助人工 還是資助補貼 那件事未必對的 你不可以用友人之手去解決 不可以用友人之手去解決了失業問題 本身都是政府的案具 林鄭月娥是那種 她最慘還以為自己很聰明 其實什麼都不懂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 因為讀書這麼聰明的人 有什麼呢 就是她會把一本書讀一百次 很熟書 於是我們拿了一些時間來讀一百本書 所以她其實什麼都不懂 但她最慘就是她以為自己很聰明 什麼都不懂 你知道讀熟的東西就是 其實你要知道 common sense 你是要很多街外的東西 而她是不行的 她有個外號叫業文 每一頁都文 她就開會 那些人都坐在那裡 然後就開會 然後就知道 這一頁第十頁 那些東西不對 誰是誰 我那時候做誰是誰 那時候是我做的 所以這個數字是錯的 可能是你十年兩面 就是你的表 一中間有個小數字 這個錯的 所以她大方是不懂的 因為基本上你這些 你是熟數字沒有用的 你知道我的理論 知道我的原理 你才能解決到什麼 你才能解決到 那件事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狀況 我相信她是 她對這些是完全不懂的 例如經濟學 你將一本書看上百次 那個人就是黎智英 黎智英說她 只是將海研克看上百次 她認為一本書看上百次也有用 即是聖經看上百次也有用 即是等於那些 那些通常都沒有路 即是將一本書看上百次 你不夠看一百本書用有路 那件事 這些全部都是走回 全部都是這些人 整個政府都是這些人 所以全部都是廢人 好了 另外她還有一條條 即是說 即是有些家長關注子女 在港發展的問題 那她就說 希望那些青年都留港發展 但是呢 大灣區八千萬人口 沒有理由放過這機會 那說起 即是大灣區 那麼主要她說內地城市 那其實呢 就內地呢 你不是做某些行業的話 其實你人工都很薄 在內地做事的話 即是怎樣 如果不是做某些工 人工就很薄 在內地 即是你不是 因為她整體來說 她內地的工資商品 跟香港不同 是 沒錯 所以是她不到的 是 你除非在大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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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只看發財那些 你也看不發財那些 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 但是問題是 你可以去大灣區做生意 所以她不太熟悉 她不太熟悉這些狀況 你可以去大灣區退休 你也可以去大灣區的消費 你可以在大灣區做醫療 或者減低收入成本 然後放大灣區的人過來 那你就可以做這些 單問題就是 你是不可以 是不可以去大陸發展 即你在香港做餐飲 和大陸做餐飲 其實人工已經差很遠 是 沒錯 所以 司令報告諮詢 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繼續看看有什麼少料出來 另外 大家都知道 這個反學國際場法 就在人大本來打算是表決 但現在就不表決 據悉 很多外資都用行動表達了這個懷疑 所以 我們金管局的總裁 也接受新華社訪問 其實要解答一下國際投資資疑問 就好像當時國安法生效 然後就要去哄外資 一回來就不要走 因為其實 我自己也收到一些朋友說 很多外資都很擔心 現在要幫國家做一些聲音出來 其實不用怕的 真的沒事的 這樣 那些都是國家卡合物 但問題是 很多代資就直接回大陸 因為如果沒有分別 所以 其實那件事是錯了 他們應該是香港更加開放的 阿爺也很明白 因為始終大家都是共同體 大家都是共同體 所以阿爺也很懂得做 暫時來說 暫緩一會兒他先評估一下狀況 如果狀況不好 他們也不會強行退 阿爺是 中央是很現實的 而香港是比較蠢的 所以大家看到 中央也很現實 不是鐵板一塊 所以也要看看 他研究完 或者他具體想怎樣做 令到這件事發生 另外就是 話說有三級歷史建築 就是中環街市 經過修復活化之後 今天就有開幕事業 首先就是中環街市 大家知道 就是恆新總行對面 停用了18年 事件局就附下活化 合作夥伴就是華茂 就是附下營運 他們包裝完 其實有兩個成功的例子 一個就是PMQ 原創方就是 梁振英住過的 警察宿舍的舊子 是荷里活島的 還有這個大館 就是以前的警察總部 以及監獄 活化之後 都成為了蘇豪區的一部份 很輕鬆 很多東西吃 很多東西喝 很多外國人放工 就去喝東西 所以現在 這個中環街市 都應該一脈相成 就是去做的 但是 南桂方好像少了人去 什麼? 南桂方好像少了人去 這是不是整體大環境的問題 對 你說很多人去 至少在那一區 那一區是搞活了的 但問題是 因為南桂方 扯走了一些 那當然 外國人也少了一些 因為外國人也沒有那麼有錢 因為我們看到 他們那些人 放工 在大館喝啤酒 很開心 對 我去那間Louis 對 那間叫Louis 在荷里活島那間 荷里活島那間 那間叫做什麼 不是在什麼 在近久的牛腩那間 那間 我一時之間說不太多名 不是大館大館 另外一間那間 那間餐廳 很好吃 然後就是 活化是應該的 就是你活化好過什麼 其實我這樣說 如果是低密度的狀況 你不活化 你不重建 你會活化的 對於土地 是一個浪費的使用 對於土地 是浪費的使用 因為 你一定是要做高密度 其實做低密度 本身就是很錯的 但問題是 那些路 你已經不能搞 而且你都有一些 雖然不是公園 都有一些市費 那樣的東西 就是低密度的東西 隔開會好一點 就是 寧願是 如果從城市建設來講 與其每棟二十層 不如有些四十層 有些一層 那整個觀感 整個人的看 那個狀況會好些 那那個狀況 而再說回華茂 華茂做了好些事情 相信以後會做很多 我相信華茂 將來可能會是香港最大的企業 為什麼呢 因為 它是政府擁有的 所以變成國企 華茂是政府擁有的嗎 郭榮森 郭榮森捐了出來 它現在分了兩層 一層就是華茂公司計作 它在上面的控股 就是基金 所以基金會和控股公司 所以大家很多時候 會分不清楚 基金會和控股公司 基金會就是控股公司 和營運的公司 營運的公司 營運的公司就是 照顧營運方式運作 而基金會就是 理論上不是太利的營運 而整個華茂的管理人 就是財銭私市長 你會發現 我看到一個灣仔 建成Hennessy 1之類的 那間公司建得很漂亮很大 即是 我慈善的嘛 所以就建幾高都可以 我怎樣做都可以 那個簡直是 整個突然間 那裡建了五六十層出來的 綠色層樓 現在都很高 我慈善的嘛 那你就任何建 他們建以前華茂 那我就真的出名最差 但現在華茂的樓 很多房子都建得很棒 因為大家都不用賺錢 你有沒有去過荃灣餘心廣場 有 他都覺得很漂亮 因為我住那裡 他二期開了之後 有很多日本餐廳 然後有很多孤零星怪 我也不覺得他很漂亮 用料都很差 但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現在他會很努力去撿 因為大家都很不惜公本 就是大家覺得不是賺錢的 但愈來中一衰就被人罵了 所以華茂是 我認為到最後 可能十年之後 會變成全香港最大的事實企業 不是 即是公司 這個會看看 所以近期做了很多事情 當然他也有很多的 那個叫做股權爭議 那大家 即是管理權爭議 因為我炒了幾個會計師 炒了幾個會計師 我有朋友 跟他做會計 在Deloid 跟他罵得很不愉快 公如心 公仁心 我不知道 如何結果都很不愉快 大家都覺得這個是 一個 一個 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裁員 OK 但問題是 柴茂波又沒有理 柴茂波不好吃理 所以就搞到 爭產爭得很厲害 因為柴茂詩詩獎 可以有道理 一言 這個可以補充一點 因為現在 如果大家留意 自從阿成哥開了八百一之後 其實地產商 就接種了 什麼活化 保育 諸如此類 間間都有些 據說 現在要搞ESG 即是那些 環境的 然後 和 地產商怎樣做呢 就是活化 一百百一不要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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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來走去 我覺得走路沒有人 不知為何 這件事 我覺得他不是做得成功 但他就 復興了一些上市的要求 就是ESG 政府要做都做 唯一就是 有一間餐廳 我每次都為了一間餐廳 那間餐廳 那間餐廳 我狼心了很多年 好 另外 香港疫苗的接種劑次 已經突破七百萬 那 聶德權 預料 手劑接種率 下個星期 即是這個星期 就會達到六成 哦 因為現在是五百萬萬 好像 哈哈哈哈 所以就六成 就已經 我想香港要達到 八成以上 本身這個不達標 希望到九月底 可以能夠去到 去到 去到 七成 現在我都見到 多多年輕的朋友 接種 期待 現在三百九十幾萬之類 那 是不是三百九十幾萬 對 大約是這個數 另外 律師會 理事會的選舉 都即將舉行 其中一個候選人 就是羅章南 他應該是外籍人士 他聲稱退選 因為他被人恐嚇 或者等等 律師會已經報警了 但律師會的章程 沒有這個退選機制 他聲稱自己退選 大家都照海頭去票 而 亦都 有一個 一些 調查 看看他的電話 短訊 恐嚇 那些情況 我懷疑這件事 都很像一些 谷票的行為 因為現在 據說 支持國家的律師 都已經把票交給 有關方面 應該票數也不少 你現在被人恐嚇 不知道是否真的 可能是真的 但是客觀效果 就是 大家如果想投他 就快點投 我不認為 律師會當然贏 但我不認為 律師會這個選舉 其實有多重要 公務員也會跑數 不是 就是跑數 因為我到時候 你贏了就廢了你 你贏了就廢了你 就算你不贏 也就廢了你 所以是不是分別 這件事 這件事 本身律師會本身 就不應該存在 那些律師就 由政府登記 政府去DQ你 我覺得都是九二層 如果他們聽話 會好些 聽話會好些 希望能夠求阿爺 可以讓他溫分 但律師會就好像教協 我覺得本身是不應該存在 雖然 有些 叫做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有些黃 有些藍律師 他都是希望自己 沒有自然的權力 但這件事 應該是一個 不切實際的幻想 正如 當初的時候 警察在2019年的時候 其實警察 有當時的時候 很多都是黃 但他們已經被 政府教了 他說 如果你們警察 手軟的話 解放軍就出來 嗯 即是他們一路 出來的時候 就覺得你們 那些暴徒 真的不懂 我們其實是為你好 我們不想解放軍出來 我們也是為你好 為你好 但是 結果 當然 人家是 逼他歸邊 結果就是 暴徒逼他歸邊 而這個狀況就是這樣 其實 我想 就算是 藍絲的 律師 他也是希望 你不要搞那麼多 我們也希望 補助律師會 你們不能搞什麼開明牌 那些事 我們這樣補律師會 但是我認為 其實律師會補不住 就這麼簡單 現在的狀況是 不能再補助律師會 即是大律師公會 就自然廢了 所以你就找那些人來做 做來做去 你就找 你就搞 都是搞良一場鬧劇 其實這個律師會 過去一直都是很親中的 很多聯絡 兩地交流 那些事 他有一些所謂的 黃好 康明炮好 或者什麼派都好 其實那些都很少數 所以大家如果要 大師要宣傳一下 閃師傅的主作 你看閃師傅說的 律師會 我們都說了 是 大律師制度改革 28頁 他就說了很簡單 就是把法律 成立一個 政府成立一個機構 然後呢 成立一個登記的機構 於是乎 就是 由政府決定 而不是你們公民 律師交由去政府 建議法律專業證書 去申請 法律執業者註冊處 去辦理 而不是由現在的三間大學 法律學院辦理 而法律執業者的證書 需要考核的就是 中國和香港法律見識 包括其他那些日本有的 最近政府建議成立了 會交的財務會報局 取代會計師公會 向會計師發牌 和負責監察會計師的審計報告 所以同樣地 就會用回律師的方法 由政府發牌 合併了會計師 合併了所有大律師和律師 我相信會這樣行 因為市師傅說的 通常都會做 政府 好 今天香港的消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我們會講一些兩岸國際消息 第一單日 話說副總統賀錦麗 訪問新加坡和越南 他應該會在22號 即昨天 抵納在新加坡 他在出發之前 他就這樣說 全球的晶片 或是芯片 短期的衍生問題 非常真實 短缺衍生問題 非常真實 而這趟亞洲之旅 希望在供應鏈上 和重要國家建立貿易的關係 重要國家 包括新加坡和越南 所以他們的旅程非常有趣 因為過去我都比較少聽 新加坡和越南有做晶片 所以我都覺得奇怪 應該是做不到的 即是 即是 新加坡應該不會 都會不會做晶片 因為它 晶片需要大量的水 嗯 所以 新加坡是 本身是水資源缺乏的 那它沒有理由 由佛州做些水 用那麼辛苦去做那些 叫做什麼 那麼辛苦去做那些 叫做 即是沖那些 是 沒有那麼辛苦去做那些 做那些 海水化碳 然後再做 其實它的套餐都不錯 因為它是 用一些循環水 海水化碳 水塘 然後再做那些 即是它們的水資源 是的 但問題就是 你用來喝一下 用來做什麼 如果你再做這些 這麼浪費資源的 那麼新加坡做不到 越南就是 技術上未到 所以 因為 始終都是比較高科技的 但問題是 它只是順便說一下 可能下一集 不知道會不會到台灣 是 不是 賀錦麗好像不到台灣 是啊 副總統來的 到很大鑊 又被人廢 那就是給台灣看 因為台灣 台灣和越南 都挺深的 但是 但賀錦麗 現在在台灣 之前就說 他做了很多外交 而大家想著 他做的時候 大家想著 他是真正的總統而不 拜登不是 誰知道 原來拜登也不是 現在真正的總統 就是布林肯 是啊 所以 他就是太過無能了 即是像一個人的樣子 是的 是的 所以 布林肯也挺辛苦 但是 現在 他們經常都想 他們經常都想 找越南 新加坡 去 去接觸 香港 或者是 香港的第二 或者是 去中國大陸的 做法 的 改變 但是 我相信 都很難做到 第一 就是 你香港做 新加坡 是代替不到香港的 因為 為什麼呢 正如上海 代替香港 因為呢 新加坡 是做另一件事 新加坡是做東 東 東 香港做中國 中國好的話 中國好的話 香港不好的話 中國不好的話 香港就不好 所以基本上 就不存在新加坡 改變香港的問題 第二就是 越南 他的體質是有問題 他的體質是做不到 中國那麼大 體質的事情 是否那些人不夠勤力 不夠人多 不夠人多 現在不是這個體質 雖然他有接計的人 另外呢 話說 因為馬來西亞 又變天 一百年 他們變天之後 首先 欺民執政 然後就政變 然後換了一個 另一個人上台 毛尤丁 後來 現在 他的相片又變了 現在又回到毛統那裏 馬來西亞馬來統治者 的理事會 開了一個特別會議 最後就宣布 由伊斯邁 做回手上的 也是毛統的人 距離大選 應該還有一兩年 他是不算變天的 因為他那個人是總理 他不是國家領導人 他是國家領導人 好像他應該是 有一堆油長 輪著做 那他不算影子 算變天 但馬來西亞已經是一個 失敗的 是的 即是你投一次票 可以有三個結果 真的挺開心的 是的 你是Fill States 來的 他現在馬來西亞 當中國崛起之後 即是自從1997年之後 整個東亞馬都完蛋了 即是你沒得救 所以 所以就 所以就 太越南 都遇到很多問題 即是東盟本身 即是 是 他的政治能量 才到達到這裏 這個就是中國的問題 這個就是中國的問題 那件事就是 那個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嗯 美國一路放足中國去跑 因為他不認為中國 是會破得到中國 中等收入陷阱 你上去那個位 你就停了 他上去2007年那個位 就停了 就不會什麼 他猜不到最後這一波 這十幾年那一波 他是想不到的 即是說 他認為好像泰國 越南 越南 越南都不算 或者馬來亞 即是之類 甚至是台灣 那樣 他認為去到一個位 會停下 但是他猜不到中國 那麼大體量 在那個位是會不停下 所以 到了近2013 2014 開始 2013 2014 2015 那些位 他就會嚇了一跳 他以中國可能衝破到中等收入陷阱 而馬來西亞 和泰國 那些是多南亞國家 所以馬來西亞 因為都比較 現在都沒有什麼特別新聞 他們都關閉 然後就什麼做 因為他太過不重要 所以已經沒有特別新聞 以前馬來西亞 你未經歷過那個年代 曾經試過很重要 是不是很多假的 拿督騙錢那些 那當然 老千騙地 固然是一個 是 那好了 看看你的消息 話說我們之前拍過專題 說了 阿里性侵案 據說 現在就反轉了個案情 那個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 警方最新通報透露 女方存在 這個主動的嫌疑 通報就說 沒有證明 有強姦犯罪的事實發生 最新的消息就說 警方對當時人 就是那位男性 採取刑事的強制手段 開瀉 對 他太太 就認為丈夫被冤枉 大家未看過的故事 而這個案情有什麼疑點呢? 疑點包括女性和上司的關係 例如女性為何會在張某前一天威蝕完她之後 第二天清晨將張某請到自己的房間 為何女性要請張某男人去自己的房間之後 大家談過什麼做過什麼 非常多遐想 另一件事就是 那個女性在退房後才報警 當時對曲仔就有指控 還未提到另一個姓張的人 變了很多疑點就要去解決 她有幾件事 就是 上司和客人 你跟我說過 整件事就有幾點是 就是我們作為一些 對於這些東西非常熟悉的人 所以呢 會大約說一說 那 剛才你這個是不是應該 灌一個職場男女專家的稱號給你? 是男女專家 不是職場 OK 是所有 第一就是 整件事本身 在阿里來說 她的問題就是 那件事 那件事 是不是一個多發事件 還是一個偶發事件 究竟你不是經常需要女兒去去威脅 還是 你威脅一下 還是 所有地方 不是 這個分公司才這樣做 這件事 究竟你是不是多發 還是偶發 第二就是 這件事 你找女兒 找女兒下屬 出去 威脅她 這樣走 這件事本身已經是一件 至少 就算不是 不道德 至少是不正派 雖然這個不正派 是在中國內房 很多公司 周時會存在 但阿里畢竟是一間 比較大的 而且是別人求你 多於你求人的公司 那你究竟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整件事 要不需要做得那麼薄 首先就是這樣 第二 我當然研究過 因為之前她 她那個人進來進來進來 然後買了套不用 那女兒好像沒有說自己 就是被人偷了 好像不清楚 避孕套沒有插 沒有插 沒有插 沒有插到 所以她說 簡單來說 那一條曲一 都好像只有插了那一輪 就是從專業的字眼 就是用插了一輪 就是插了一輪 好像是沒有什麼的 應該大約 看案情 應該是說 插了一輪 然後她叫她買套 但是套就 早上才到 已經過了那道火了 然後就不讓她進去 明白嗎 不讓她進去 明白嗎 不讓她進去 我推測的情況 就是這樣 女生就找了一輪 你要先買套 然後她買了套 然後就不回房 只要說 可能女生睡了 即是睡了 就睡了 我估計最大可能性 而那個是客人 那一刻就是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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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時之間就解釋 還沒找到客人 但是我覺得 就我對於 這些狀況 就是男女專家的經驗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這樣 而呢 第二個就是 關於一個強姦 或者之類的事情 即是有很多男女關係 發生性關係的情況之下 是介乎是強姦和不強姦之間的 嗯 中間那個灰色地帶是很小 很大 很大的 正如是 講幾個個案子 嗯 嗯 究竟那個吉野家一個是不是強姦呢 即是到最後她不是太不願意的 到最後吉野家那個女 你知道吉野家一個 她是被人家 她的影片出了街 她才會告強姦 嗯 如果不是她還是繼續 繼續每天上班 繼續跟那些人是沒有關係的 OK 即是繼續跟那些人照樣來往的 那在大陸曾經試過有一件案子 十幾年前 我特別深刻印象的 應該是類似上海或之類的狀況 那個女孩 是 網友 約了出來 鄰居了她 然後她竟然再跟她 做朋友 還拍拖 然後她就偷了相用卡 就鄰居了幾百元 那女兒有報警 那女兒有報警 然後報警 警察聽完故事 他說 你不如去強姦 偷相用卡未必有 好像是重一點 即是說 她是強姦 輪姦 叫做Fanty輪姦 我想姦也沒所謂 就沒所謂 但拖了幾百元 就馬上報坐監 OK 那件事我覺得奇怪 但問題就是 很多女孩在被 有姦 朋友強姦 有姦 Date Raper 的狀況之下 是會跟 那個是戒逢兩者之間 是繼續跟那個人做朋友 不知道做什麼 但她心裡有條刺 或者之類的 她未必不太不願意 那件事 所以 她再進去 再大家背後 再聊 甚至有WhatsApp 連絡 都不是代表沒有強姦 當然 你在半推半就 和強姦之間 是 那個分野 是很 很 輕微 即是說 我有朋友 跟我說 這個真是朋友 不要就是 我有朋友 生死命 那個就是自己生死命 我有朋友跟我說 真是朋友 因為不是她發生的 不是發生在她身上 那就是說 她說 那個女孩 這些都是富二代 那條件是OK的 那 就 約了一條女孩之後 就去 企圖 搞她 帶回家 之類 那條女孩就哭了 蹲在地上 躲在廁所 又不讓她搞 那條人 又放過她 沒辦法 然後 拍了兩個星期拖 之後 就直接上來 就沒事了 明白嗎 那一刻不願意 兩個星期之後 都願意 所以周時都說 老公和老婆都會有強姦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另外 有一個朋友 大約是 這樣的情況 就是 因為非常反抗 過了幾個月之後 撞回 那女孩就主動約她 去什麼 那件事在不願意和願意之間 那個界線是很奇怪 當然是極不願意 但是在Dates rape來說 那件事是否強姦 是很微妙的 她覺得是就是 她覺得不是就不是 就是 有中間有願意 極度願意 極度不願意之間 是很強的灰色地帶 那所以 我自己知道 她 就算是 她是 曲一 是再入回去 大家再入來往的話 她都可能是強姦 那時候 或者是會蝕 那樣東西 是 沒有必然關係的 周時都會Dates rape 周時都會有這些狀況 是的 所以我們之後 繼續有這些消息 找一些愛情專家 來拆解一下 男女關係專家 來拆解一下 這些情況 我們的新聞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